请跟着我们基隆全国皇教号正式启航 欢迎全国各县市环境教育伙伴的金融市副市长林永发 特别分享金融市港再生海洋永续发展城市新风貌 从城市治理的观点探讨整体城市与环境规划的蓝图 林永发还以自己的名字打句说 自己生来就是要推动永续发展 我们观摩会的议题其实也是和整个我们的所谓的环境 我们的永续发展的SDGs里面的相关议题 那这里面会包括有校园的能源在身 会有我们的所谓的气候的行动 也会有我们海洋海汇的这个危机 还有我们每天要吃的我们的食农 我们的树木艾树等相关活动 那把这一个相关议题融入在今天的成果观摩 教育部资讯及科技教育师长郭博成 除了肯定金融市政府教育处两年筹办的用心 也希望透过科技协助推动环境教育及永续发展 我们希望把科技跟环境教育来结合 希望应用我们现在越来越发展的科技 来帮助我们环境教育的推动或永续发展的推动 那这个部分的话 部里面这边我会把环境教育跟现在最热门的数位学习 互相结合来推动 让我们的环境教育永续发展相关的概念 能够更生动更活泼更有趣 让我们的师生能够更容易接受 两天的观摩会活动除了环境教育执行成果交流 主办单位金融市政府教育处方面 也安排了日夜丰富的参访行程 希望让来自全国22线市的环境教育伙伴 能亲身体验金融这座山海城市的无穷魅力 记者张旗腾金融报道